是不是挺受她感染的 对对对 换言之你就是她粉丝了呗 对吧 一辈子的粉丝 那你后来这个谈到 因为喜欢在一起和结婚 这是三件不同的事 对对对 那家里头有没有反对啊 然后这个中间有没有 要做好多工作的事啊 第一次去她家的时候 她的妈妈就不大赞成 这是我现在的丈母娘 她就是说觉得她的身体状况 如果把她嫁出去 不大放心 她一直是爸爸妈妈在照顾着 对对对 然后她 我那个丈母娘那时候就跟我讲 虽然我的女儿身体是这个情况 但是我把她看成很珍贵的 所以说要想从我身边 把她带走是不可能的 但包括我自己家里 我家里也很反对 就说认为他们也是替我着想 就说让我找一个可以互相照顾 也可以再照顾我一下 帮我以后可以生个孩子 我妈妈甚至说 如果你到结了婚 像你们这种情况 肯定是生不了孩子 到时候我死我都会不会闭眼 我妈妈说到这个程度 后来是 当时可能她也做了很多工作 我妈妈也很感动的 就是平时像我那时候不在家住 在他们那边 像我妈妈又身体不好啊 给她买按摩椅啊 给她买点衣服啊 寄过去啊 听说你们办婚礼其实很不容易 对吗 她不同意开始 因为她之前有过一段婚姻 她自己就觉得凑合过不下去了 她不想这样 就是为了找个人照顾她这样 她就选择了 结束了那段婚姻 后面她跟我讲 她说我这也是二婚 我不想 大操大班了 也不想再搞得那个麻烦 然后她的这个身体状况 她的意思就是说 咱俩把结婚证拿了 就两个人就这样 就这样过就得了 那当时我的想法 就跟她讲了一下 我说 那我既然要娶你 那我娶你就是一辈子的事情 我就不想这样偷偷摸摸的 好像感觉 结个分都不敢告诉别人 对吧 那我说我一定要 办酒席 有个仪式 有个仪式 把所有的亲戚朋友 路很长 比如说要孩子这个事 当时婆婆都没有想到 你们会有孩子吧 没想到 她的这个身体状况 我想到到时候 肚子一天一天大 她怎么能够那个 怎么可能能成功 然后她的身体器官会受压迫 万一这个孩子是很健康的 我们把她顺利的生下来 那么教育问题 这个心理教育 你担心这孩子心里有阴影吧 我担心这个孩子 以后会因为他们 有我们这样的父母 在同龄孩子当中 他感觉自己 不得了 低人一等 说实话 那是一个更远的一个话题 但是你也不用太担心 因为其实 孩子将来如何面对社会 包括面对自己的 孩子怎么想取决我们这个家庭 有多合不 太对 孩子怎么样取决 你们怎么教育他 而不是说外人怎么影响他 你们是最重要的 孩子就是一张白纸 看我们怎么去画 画圈也好 画黄纸也好 比在我们手上 子俩 vi token ué产 你